这一集我会和大家讲一下甲木 甲木就是羊木 甲木我们常说是一些大的桥木 参天大木 其实在五行里面 金木水火图木的特性是很特别的 怎样特别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木是会生长的 它会由很小的一棵树 然后慢慢变大成长 但是如果你说属金 金会变大 水是流动 你的容量是这么多 不会变大 另外土 泥土 也是一块田 一座山 不会突然生多几个山 所以 木是很特别的 它是一个会成长的五行 即是说它是可以演变的 可以发展的 OK 木呢 亦都是我们在五行里面 是对温度最敏感的五行来的 当然 羊木就是甲木 下一段片我们会说月木 它属于樱木 花花草草 月木就对温度更加敏感 不过其实甲木 都已经是 所谓我们属性木 已经是五行金木水火图里面 对温度是非常敏感的 我们一年有十二个月 OK 其实在十二个月里面 不同月份出生的甲木 其实它都会受着不同的天气 而令到它得到不同的天使地利人和 甚至乎它是有不同的资源 如果我们用环境学来说 就是说如果是春天出生的甲木 那万物生长 天气又温暖 那是一个成长速度很快的甲木 但反过来 如果是冬天出生的甲木 那冬天很冷的 所以一甲木在冬天出生 它的成长速度一定慢 OK 那衍生的现象是什么呢 就是说 原来一个冬天出生的甲木 其实那个朋友 他就会学习 那个程度会慢一些 还有他的成功 那个时间 那个时空 他都会长一些 相比起 相比起夏天出生 因为夏天是最温暖 又有水 又有太阳 土壤又好 那 春天出生的甲木 就会比较聪明一些 学习会快很多 而他得到成功的那个时空 那个时段也会快一些 OK 因为他成长得快 所以变成了有时我们去分 当然我们传统中国其实有24个节气 要细分到说是不单止12个月的 我们还要细分到在不同24个节气里面 究竟那个甲木它的成长 因为不同的太阳 不同的土壤 不同的水 的密度 其实都会影响到这个甲木的生长 所以甲木来这个世界 很多时候它是很受环境的因素影响 而令到它能够在这个现世里面有多大成就 举个例子 就是我们用一个很自然的科学去想就行了 就是我要今天种一棵树 我想很多朋友都喜欢 有时我试过有些朋友就在家种一些柠檬树 或者又买一些芒果的种子 就在家种芒果树 我今天要种这棵树的时候 其实我们一定要兼顾 当我们想有那个成果有修成的时候 我们要兼顾 究竟太阳足不足够 光合作用 究竟我们那个泥土 够不够肥肥 泥土有多大 令到那棵树的根 可以伸展到多长多深 亦都影响这棵树木可以生长到有多粗有多高 所以如果你说我只是用一个很小的盆树的泥土 想着种一棵大树出来 其实你一定要换盆 对不对 就是我们现实生活里面就可以换盆 但是在我们八字里面 其实我们去看究竟这八个字里面 究竟这个甲木其他那七个八字里面 是不是能够成为一幅漂亮的图画呢 有没有丙火的太阳呢 咦 究竟有没有水呢 有没有泥土呢 有没有几土呢 有没有滋养给它呢 究竟在我们八字里面 就是说如果它是甲木 其实在地支里面有一个叫人 人木 即是属老虎的人木 或者是属兔的某木 如果它在地支里面是有的话 这个甲木也算是有根 那你说一棵大树有根 刚才我说了 要太阳要水要土 那为什么我要有根呢 因为你都要想就是 当一棵大树成长得很快 一直飙高 但是如果它那个根不得深 不得细的泥土的话 其实那棵大树就很容易倒下 即是说当一个甲木 它很努力去做它的工作 在事业拼搏的时候 当它拿到某些成就 如果它本身是八字业 是毛巾 那其实它就很容易 因为一个环境因素而塌下 那那个成就就会没有了 所以为什么 在甲木来说 它也都刚才我们的opening 它是可以一路向上升的 所以甲木的人 其实它们都是很有上进心的 OK 上进心之余就是甲木 它需要用它的根去握住泥土 在五行现象里面 就是木黑土 黑者为财 所以泥土就属于它的钱财 所以甲木的人 性情都是喜欢用一些根去握住泥土 就是去握钱 去云钱 那无论男同女也好 甲木性情的朋友 他们都喜欢专注去想想 怎么可以多些钱呢 其实每天它们的 专注程度都是这一样东西的 当它越握得深 那些根可以生得远 越握得多钱 其实它就越立于不白之地 还有当然 甲木 它一个桥木这么高 它在它的树荫之下 我们经常说 树大好遮阴 它也可能有很多小的树 小的下属 或者有其他的 月木 依附它而生 所以其实某程度上 甲木都是一个领导者 它会喜欢做管理 而它下面是有一班手下 如果你说是甲木来说 它能够做到一个参天大幕 而它身边有很多细树 或者要它遮阴挡雨 其实它也都发挥到它的价值 所以变了 这个也是甲木其中一个功能 OK 不过 为什么我们有时候说甲木比较辛苦呢 就是 当它要成为参天大幕 要成长 它就要不停去 拿资源 因为没有水它又会枯毁 没有好的土壤它都会枯毁 OK 它揽不住根 它又会倒下 预着有雷电 也都会有机会 扔下它 没有太阳 也都不会生长得快 太阳太猛 又会令到它干绝 如果它不够水 那又会枯毁 所以甲木是 它不停会很努力想向上爬 但是身边有很多环境因素 是令到它成不成功到成不成就到 某程度上都很看外在的因素 所以如果你说 刚好你看到 一开手机APP看到 曼年历 知道自己是甲木的时候 其实你要知道 不单只要靠自己努力 其实客观因素 究竟你身边多不多贵人 多不多人帮你 你本身做的事业 本身你的根基稳不稳健 其实有很多因素 是令到你可以 爬到有多高 拿到有多大财富 OK 那在甲木呢 比较特别的就是 甲木其实 我们分一个叫做活木 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情景 要有太阳 要有水之润 要有 濕的泥土 另外那棵树的根 能不能够 挥得住泥土 这个就是一个很美的 好像森林的图画 一个大树 又可以庇任其他人 但是在甲木里面 其实都有一个死木 死木的意思就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 其实 古代 我们中国建筑 建屋都是用木 很多都是木入筍 那究竟 如果你说在 低层次一些 一个木头 就算它成为参牵大木 去做大树遮阴 去保护势也好 某程度上 木头呢 都有另外一个功能 就是将它斩下来 跟着呢 一就是做了柴火 它就燃烧自己 吸人温暖 吸人光照 去照亮别人 这个是甲木其中一个功能 另外一个死木的功能 就是 好像说 这个木 给一个木匠 雕刻 雕得很漂亮 甚至乎 雕到做一个 佛匠 给世人去供奉 我想大家都有见过一些木刻的佛像 也有 甚至乎 他的木匠觉得这个木很好 斩下来之后 去收磨 而令到他起了 变成了中国的故宫 在上面就成为 在故宫里面 一个很漂亮 很稳健的 天花板 一个大栋梁 所以 甲木 在死木来说 其实 它都可以 活到它不同的价值 究竟它是一个栋梁之才 还是它是一个 照亮别人 吸人温暖的人 这些都是一些 甲木 他来这个世界的天 给他的其中一个使命来的 当 他 当个朋友 他能够活出他自己的使命的时候 其实 第一 他会觉得 人生有意义 第二 就是 用尽到 天安排给他的 功能 以为这个世界 显现到一个价值 OK 所以 如果你说 甲木是死木的时候 通常死木的意思就是 那个八字里面 第一 它就可能 在地支里面 没有根 就是没有树根 刚才我们说 根的意思就是 譬如是 人木 老虎的人木 或者某木 兔子的某木 在地支没有这种东西 对啊 而在天干 我们就看到 他有金 有斧头金 的针针 去砍他 跟着又有 钉火 砍了柴子之后 就用钉火引针 通常我们这样说 甲木如果在天干 有钉火 有针针 他的成就就会大了 那 成就的意思就是 他拿到世间的财富就会比较多了 甲木又要被个斧头砍 或者被个木杖丢 砍完出来 跟着又要燃烧自己去照亮别人 吸人温暖 某程度上最后都是 好像要犧牲了自己 亦都某程度上 你去照亮别人 其实成果是在人家里面 其实我们一定要想通 就是有时有些朋友 哎呀我好努力 我都是想自己得到多些 但是每一个人的价值观都不同 举个例子 比如有很多父母 其实他们一生很努力 去赚钱都是为子女 那其实这个都是照亮别人 都是为子女 为老公 为先生 为太太都有的 为父母都有的 所以有时 甲木 某程度上有时有些老师就觉得 他们是 辛苦得来 而成果不是在他那里的 成果是在他身边的人 有些老师就会觉得是 好像 帮人作嫁衣裳 或者一世都是为人付出 但是 也都 我见过有很多甲木 就是他很努力为家庭 他都甘心情愿去燃烧自己 或者去 去帮人 或者去栽培他的下属 都有的 所以重点就是 我们为何要知道 原来自己 是不是甲木天干 而究竟我的环境因素 我是一个活目 还是一个死目呢 我就要知道我自己 跟着有什么资源 而我跟着的方向 我要怎么操作 当你操作得正常的时候 你都会显现到你在世的价值 其实你自己也会活得开心 OK 在甲木里面 其实就 刚才讲 第一个例子 甲木那个叫做 活目 其实 大家有时候可以将八字 去想象为一个图画 图画的意思就是 当我看到在八字里面的甲木 有很多 都是同一样都是 木 举个例子 旁边有甲 旁边有月 有很多比劫 我们叫做比肩和比劫 其实 甲木 身边多比劫 有时候 大家想象在一个森林里面 其实 大家那个 无论树也好 高高低低 或者一些花草也好 其实大家都会在大地里面 去争取资源 其实大家都在争取资源 甚至乎 大树 我想 越生越高的时候 其实我一定要在森林里面 长高一点 因为当我长高一点 太阳才照到我 我才做到光合作用 我才能够再成长得 更加高更加大 所以 某程度上 在一个森林里面 甲木 是和身边的树木 是大家在争取资源 争取资源 是有竞争性的 是有竞争性的 所以如果你说 甲木遇到 他的鼻劫 遇到甲啊穴 某程度上 真的都是 对他来说 是有一个威胁性的 威胁性的 当然 你说 劫不劫到他 或者对他有没有损害 就是看他自己本身 强不强 是不是 到底他自己的扎根 是否稳固 他的根深都多远 可以拿到多少资源 那 另外呢 刚才说了 甲木 死的甲木 是要受苦头劈的 所以某程度上 甲木 他也是很捱得苦的人 捱得苦的 他要有成就 就一定要捱得苦 OK 甲金 或者申金 也好 一个是斧头 一个是剪刀 也好 对他来说 剪刀 其实 如果大家有真是去 种过一些花草树木 都知道 其实 如果我想 未来的果实 他们的 那些营养 能够专注去到果实的时候 其实 农夫需要用剪刀 去修剪一下 那些枝叶 而令到那些营养 就专注去到果实的位置 令到他会肥美一点 或者可以成长得好一点 所以 某程度上 甲木要生得好 或者要有成果 其实他要接受到 给金 就是给剪刀 去帮他做修剪 因为修剪了之后 其实他调整了自己 或者遇到这些挑战之后 其实他受得到的话 他就可以收成更加好 或者再长得高一点 这个都是很 我们叫做 好像很 大自然的理论 但事实上 当你是甲木出生的时候 你就要接受给 甲木或者新甲 对你的磨练和修剪 你接受得到 其实你就可以更上一层楼 这个是一个自然定律 OK 究竟除了 甲木要接受给斧头 给羹羹去修剪 或者去砍之外 其实甲木 也有一个 寄的 寄什么呢 其实很多时老师都会说 甲木就寄水多 太多水的时候 水档木飘 OK 那就变成了 那个树 就不得紮实了 不得稳定了 有两个意义的 例如 我们可以想一个自然现象 就是说 如果泥土下落到很大雨 令到那些泥土都松了 那棵树是不是会倒下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 很多水 如果大家有看过 其实古代也是 砍了一些大桥木 出去 要混那些木 然后去建楼 或者建船 也好 其实都要用一些混河去混 如果那个大混河 浸住那个树木 如果你自己本身 那个桥木 不够强壮的话 其实 水浸住那些木 那些木 是会腐烂的 OK 甚至乎会 飘来飘去 是不是 当一个木 它是 我们叫水荡目标的时候 就是 贫河 辛苦 没有定居 或者叫不稳定 这个都不是一个太好的现象 OK 所以 其实 在隔木 它都要小心留意 就是在那个 八个字里面 会不会太多水呢 隔 这个都是要留意的 要留意的 接着我们都会讲一下 男子的隔木 其实男子的隔木 我见有很多都是 比较 正直 相比起 隔木的话 隔木 通常都是 比较 高 或者瘦 高或者瘦 OK 如果是 男士 他在隔木 通常都是 挺正直 挺正义 喜欢 想怎么赚钱 有时有些老师都会说 其实隔木 某程度上都是一个好老公 怎么定义他是一个好老公呢 就是说 因为隔木 其实在八字里面 己土就是他的太太 OK 木黑土 因为甲己有合 所以 其实 己土是一些湿土 可以滋养甲木 所以 当一个甲木 如果他是结婚 新的华尤太太 其实他的 知养是多了 好的土养是多了 所以 那个男士 应该 赚钱 是会多些 这是第一 而第二 在我们八字里面 己土是他的正妻 无土 大地之痛 无土 比较干燥的那个土 属于 偏才 也都代表他的情人 OK 但是 甲木 就不是那么喜欢 比较燥热的泥土 因为 木土是比较干 干的泥土 营养一定 不够一个 濕滋润的泥土 好 所以 某程度上 甲木 应该是 喜欢老婆 多于 喜欢情人 所以 在我们去分析 每一个 甲乙丙丁 无纪 跟身不贵的属性 如果 男士的甲木 某程度上 他一定是 喜欢正妻 多于 喜欢情人 或者 喜欢小三 所以 推论上 少机会有小三 所以 有时 有些老师就说 某程度上 甲木 都是应该是一个 好老公 因为他不喜欢小三 他都专注 赚钱 最重要的 太太就不要嫌 他觉得他没有情趣 觉得他 一棵木 有时 甲木 就是比较 好就是正直 不好一面就是比较固执 因为 一个大桥木 真是 没有柔软度 所以无论男和女都好 都是 很正义 但是 亦都是 有些固执 所以 接受到他那种 很专注 去赚钱 去做事 很正直 而也接纳到 他那个 固执程度 也都接纳到 他每日都很有上进心 很想向上爬 那个 积极程度 某程度上 你理解到 甲木是怎样 的时候 其实就会 大家相处容易一点 OK 因为我都试过 遇过有一个太太 她的先生就是甲木 她经常都觉得 老公 只顾着上班 只顾着赚钱 没有情趣 不得浪漫 所以 我都说 其实 她又没有去 搞其他的 小三 又专注赚钱 为头家 其实 你还想怎样呢 所以有时 我们都要 用不同的角度 去看看 欣赏 欣赏 每一个天干 究竟她的特性 在哪里 好了 那就要讲下 甲木的女生 OK 甲木的女生 我见很多时 都比较高 高一点 她们都 很多时 都有 五尺多 很少会矮 那 甲木的女生 就是比较 男子头一些 亦都可以说 是比较 爽快 亦都是 比较 刚强 就算在外表 聊天 或者她们的 言行举止 其实都是 比较 粗厚一些 粗劳一些 所以 有时 如果你 遇着甲木的 女生 她们因为 都是直话直说 又 不会说 繞个弯来 包装 甚至乎 不会说 是那类 哎呀 好 嬢的呀 又 捱着你呀 又 很温柔 好笑的 所以变了 我见过有很多 甲木的女生 在事业上 都是做得挺好的 她们都 因为有一定程度的 办事能力 亦都很有上进心 亦都想赚钱 所以变了 她们如果有自己 本身一个专业的话 其实她都能够在 她的公司或者专业 做到一个 挺好的位置 但是内何呢 女生 在现在这个 世代 你说她有个独立性 能够做到管理阶层 能够赚到钱 某程度上 对她自己来说 她都会是 有一定的 安全感 甚至乎是成就 或者是自信心 但是 反过来 相对 她就在一般的男士来说 她们就会觉得 她们欠缺了 女性的温柔 还有有时 当她们 赚到钱 或者比较强势的时候 她另一半 是不是那么容易接纳 接受呢 甚至 她们一直都没有 拍拖的原因就是 她们太强了 所以 那些男生未必会 感觉到 她们有吸引力 办事能力 她们去做事 做下属是好的 在公司做中高层管理人员 也是好的 但是 反过来做情人 或者是做老婆 男士又未必那么喜欢 所以有时 你说遇着甲目的女生 有时我们会提醒她 尽量 温柔一些 我试过提醒一个女生 她就是 空手道 我提醒她 其实你会不会去 找一些兴趣 去插花 你要有一些东西去 显现到 你自己 女性的 一部分的思维 或者那个友情 其实 就可以平衡回来的磁场 OK 她都很好听话的 真的去学 拆花 有时看到她在Facebook 会投资那些东西 因为有时你说 要去学弹琴 跳舞那些 又不是那么容易的 不过现在的年代 有很多 可能会去做瑜伽 表现到那个 女士的美态 我认为画画 或者画画 我觉得 可以平衡回甲目的粗豪 性格 才能令到 可能她的吸引力会多些 令到男士多角度的看到她的温柔 所以某程度上 甲目的女士 我们都说她是 姻缘可能会差一点 所以一定要 懂得如何去自己操作 而令到自己那个磁场 可以增加一点温柔 而令到 那个 平衡 会做得好一点 不要去到那么 那么男性化 不要去到那么粗豪 不要去到那么极端 办事能力 还办事能力 但是当她去求姻缘的时候 或者 希望那个 夫妻磨合磨砍的时候 某程度上 她都要做回一个 女性那个 阴阳调和 那个磁场 其实才可以去到那个效果 好了 最后我们就做一点点总结 其实呢 提一提 甲目 不同月份出生的甲目 都会得到 不同的环境资源 OK 所以我觉得 不是容易的 看甲目那个 八字的组合 怎样操作 因为她要兼顾的 说的是 又要有太阳 又要有适当的水 又要有 滋润的土壤 另外她再有 要有根 才稳固 所以 她要的环境因素是多少 再加她自己要努力 所以 某程度上 甲目 是 拿成就 不容易的 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但是当她 真的有这样的环境因素 去 遵就 她有成就的时候 其实 甲目 也都可以想 究竟她怎样去做管理 去避任她 下面的人 可能她在森林里面的大树 可以 take care 很多的 小树 或者小木 那 帮人遮风导雨 甚至是 可以是 很多的柴火 令到 去温暖 照亮别人 甚至是 她可以是 一个 大厦里面的 动良之才 可能是一些 很值钱 很矜贵的 藝術作品 甚至是 她可以被人丢得 成为一个 大的 佛像 被人供奉 重点是 很多东西 她都是要 接受磨练 接受磨练 樹成长 不会一步登天 是慢慢成长的 所以也要接受自己的成就 是一步一步来 慢慢成长的 这个就是 甲木 要知道 人生 她要得到 封城 或者得到 某一段的成就 或者她要得到 某一定的 官街 其实 她是要一步一步 慢慢去 经营的 不能一步登天的 OK 如果你 开过手机app 真的留意到自己的甲木 那就看看 究竟自己的八个字 图画 究竟是活目 死目 希望我们今天的分享 能够对你有些启发 如果你觉得 我们的channel 都 内容帮到你 欢迎你 可以subscribe 我们的channel 或者 可以 Ford给你的朋友 如果她都是甲木 可以了解多些 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